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午安,今天很高兴 可以在Job Market 网上招聘博览 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 关于疫情下 雇员有何权益 如果在找工作的你 或者你是 工作的打工仔 我也欢迎大家 来听一听这个课题 开始之前 我也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属于刑资顾问公司 本身 我是一个企业人士的培训师 除了在一些 不同的机构里面 我有做一些 课程之外 我实际工作里面 就是一个外判的人力资源公司 做很多 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 有不同的地方 我也有去过 做一些 一些不同的大机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 scan我Facebook QR Code 认识多些 事不宜迟 我也不浪费大家 那么多时间 因为未来我们大约有30分钟 去了解一下 究竟我们作为雇员 在疫情之下 我们有什么权益 内容的摘要 今天大约30分钟 我想有很多 雇主或雇员 都会有些问题 以下这些问题 我今天抽了几个 这几个月比较常见的问题 跟大家在30分钟里面讨论 第一个就是 究竟雇主有没有权更改 或者添加雇佣合约里面的条款呢 基本上大家上班的时候 应该都会和雇主签雇佣合约 这里留意 因为雇佣合约 其实在香港来说 可以书面 书面签署也可以 或者口头说出来 我们叫口头协议也可以 所以有机会 可能更改 或者加添加雇佣合约 未必是白字黑字看到的 有机会 可能老板会跟你说话 或者你自己和老板 答应了他一些东西 那我们这些口头承诺 都属于是一个 雇佣合约的条款之一 OK 一会后一点 就会讲详细一点 第二 什么条件之下 我觉得打工仔应该 或者不应该 签署这些雇佣条款 OK 其实我自己觉得 签不签这个文件 大家就应该 看清楚里面的内容 你愿意和不同意 里面的条款 如果你同意的话 那你就签署了 不同意的话 你也可以和雇主 我们有没有一个商量的地方 第三 我会用一些常见的例子 来解说 OK 第四 如果发现雇主有不合理的要求 我们应该从什么渠道 去保障自己 或者去追讨 OK 好 我们开始之前 说一说 我相信大家都有留意新闻 最近新闻 都有一些类似的情况 就是 有些公司 会要求员工 簽一些无薪假的同意书 但没有列明日数 当然 作为打工仔的自己 这么担心 会不会是在职失业 有份工在 但我没有上班 我没有量出 OK 究竟在条例上 有什么保障我们打工仔 OK 好了 另外 也有些公司 在网上 有些员工 发放了一些内容 给我们知道 原来公司 都有要求员工 去放无薪假 但也很特别 列明日是 如果员工要放病假 属于无薪 这里来说 究竟雇用条例 是否真的这么写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 我先上去前一半 好了 当雇主真的要去更改 或加添雇用合约 里面的条款 而这个条款 一定要跟回 我们现在 雇用条例里面的 最基本要求 如果 有抵触 或减少了 条例的基本要求 那条款 有机会是无效的 好了 所以我回到这里 无薪假 雇用条例 其实是没有列明 无薪假是要 如何去放 何时通知 好了 如何去更改 这是需要雇主 雇员 双方去同意 现在的疫情底下 公司可能会面对 一些 史无前例的挑战 包括 有机会 政府 会要求某些行业 去闪门 不开门 做生意 OK 可能老板 是 公司赚不了 钱 要求员工 去放一个 叫无薪假 无薪假的意思 就是我放的假期 是没有薪假的 OK 没有薪假的 放假的日数 应该是如何去判断 去决定 由雇主 雇员 双方决定 我也知道 有些打工仔 或公司 都不知道 政府可能何时 开了一些厂商 变成 日数 不能写下去 OK 但我觉得 雙方可以 就着这个情况 去商讨 讨论 OK 另外 员工放无薪 病假 即是放病假 首先 我都要拆开 这个话题 因为按照 雇佣条例 符合三个条件 员工可以放 有薪病假 这不是合约给员工的 这是香港雇佣条例 第57章 是给员工的福利 好了 哪三个条件 第一 第一 员工 有没有累积到 足够的 有薪病假日数 何谓足够的 有薪病假日数 第一年入职 员工每个月 可以存两天 存两天 是的 假设我是员工 我全年都不请病假 两天 一年有十二个月 十二乘以二的话 应该第一年 我存到二十四日的病假 好了 留意 如果我不用病假 如果我不用的话 病假仍然像一个 猪仔池银 那样 继续存 不会说你不用的话 那你就没有了 没有这个 好了 去到第二年 雇佣条 可以每个月 存四日的病假 一年有十二个月 即是说 第二年 我又不请病假的话 应该拿到四十八日 再加第一年的二十四日 即我两年内没有放过病假 我总共有七十二日的病假 这就是第一个条件 究竟雇员会否累积得到有新病假的日数 好了 我假设员工是累积得到 那我们看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我们去看医生 一定要看香港 注册中医 注册西医 注册牙医 然后是可以看医生 而医生是通过医生商业 这个医生的医生 而医生已是通过医生 所以导诊子 就是导诊子 叫你过看医生 但就没有请入病假 导诊子 不需要放病假 在雇佣条例是不承认的 一定需要是医生子 上方写明他的癌 你有多少日的病假 可以去出席 答到第一个 好了,累積足夠的病假 好了,我又去看醫生 第二個條件,看醫生,看註冊中醫 註冊西醫,註冊牙醫 第三個條件 根據僱容條例 第三個條件,員工必須 連續四天 去放病假 何謂連續四天呢? 今天是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和星期一 的病假,這裡我們就叫做 連續四天 如果符合這三個條件 作為員工 他可以得到五分四的人工 這是我們俗稱 僱容條例下,有身病假 OK 剛才也有說過 究竟僱主可不可以 要求我簽這些文件呢? 第一個大前提,作為僱員 也要了解一下 文件內容在寫什麼 我想這些 過往的內容 都應該不凡 要求員工去自願 放這個無薪假 因為要安排員工去放 無薪假,必須雙方協議 何謂雙方協議呢? 就是僱主和僱員 同意 在疫情下,我同意去放 這個無薪假 當然,大家要留意一下 放無薪假 究竟是每個月放四天 每個月放六天 還是 好像剛才的新聞所說 無料期的 真的不知道放多久 還有,我想有些公司都擔心 不知道政府何時才會開 某一些特定的場所 變成公司又不能叫員工上班 公司也不能打開門口做生意 其實僱主和僱員可以去商討 盡可能在文件上寫清楚 每個月放四天的無薪假 每個星期放一天的無薪假 大家起碼都知道 我也同意的 都明白在疫情下 公司生意有受影響 我就放這個無薪假 每個星期一天 至少大家是清晰的 OK嗎? 好了,參考僱傭條例其中一部分 僱傭保障 究竟僱主是否有權更改 或加添僱傭合約的條款 參考僱傭條例 僱傭條例當中有一部分 僱傭保障 為何會有僱傭保障 目的是防止僱主逃避法例規定 熱解僱傭保障 或是紅色描述的字 更改僱傭合約條款 OK 什麼為之更改合約條款呢? 也要再說一遍 大家進入公司的時候 會簽了一份合約 合約上大部分公司 都不會有列明放無薪假的情況 特別是今次這麼特別的情況 疫情下放無薪假應該怎麼安排 變成在我們原先簽的合約裡 都沒有這個內容的情況下 現在僱主要求員工去放無薪假 變成更改了僱傭合約的條款 或是新增加添僱傭合約的條款 凡是要新增加添僱傭合約的條款 都需要雙方的同意 也有些公司會問 不是的 過往來說我們加員工人工 我們都不需要得到員工的同意 為何我們要改這些條款 要得到員工同意呢? 我到後一點再解釋 OK 好了 如果僱主未獲員工同意 而更改了合約條款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有機會違反了僱傭條例 僱傭條例其中一部分 叫更改僱傭合約條款 我到後一點再解釋 我都會多說清楚一點 更改了合約條款 究竟有什麼事情會發生 OK 例如如果員工要放無薪假 僱主要求員工放無薪假 其實是得到員工同意 最好書面同意 白紙黑紙一文 OK 好了 究竟在什麼條件下 打工仔應該或不應該簽署這些文件 這麼突如其來的條款 簽不簽的話 其實我覺得很著重於僱員 你去簽不簽的決定 OK 當然了 有些打工仔會說 我們被迫簽了 因為 老闆 公司 公司 如果我不簽的話 他就會解釋我裁員 甚至可能有些情況下 我簽了老闆也會裁員 因為在僱主角度 他裁員的原因 不是因為你簽這份文件 而是公司在看著公司的生意來決定 收入大減 沒有生意的時候 或者可能政府 需要某些行業去關閉的時候 變成公司在金錢上 沒有一些實質可以請到員工 OK 請不到員工的時候 沒辦法了 可能要度過這個疫情的時候 都需要要求員工簽署一些文件 作為員工的你 你要去決定 究竟你會不會 就著這個疫情 和公司一起去面對 還是不要 有些僱員都會告訴我 我都是不簽了 我都是等公司 你解僱我 你解僱我 你賠錢給我 我自己出去找工作 我覺得這方面來說 其實僱主和僱員可以溝通多些 OK 所以 簽不簽文件 其實是由員工去決定的 OK 公司出了通告 員工不能簽名 那是否等於我被迫同意 因為很多時候是出通告的 不是 出通告的 不是說要簽名 那怎麼辦呢 我們要看看 原來僱傭條例下 有一個叫僱傭申索 現在這個表可能大家是很少見的 OK 但因為一有起勞資糾紛的時候 這個表其實是很常見的 好了 你會見到我有黃色的箭咀 指著 紅色間著的線 OK 那這裡就要講解一下 剛才我所說 何謂不合理更改僱傭合約 因為更改僱傭合約 在僱傭條例來說 是必須要雙方同意的 OK 那我又說回剛才那個問題 何小姐 我是Kiki Kiki Kiki 不是 剛才你有說過 加薪 為何我不需要得到員工同意 但減薪或加一些條款 我就要得到員工同意 其實是在說這件事 紅色間線那裡 僱員需要在僱傭 更改合約條款後 三個月內 書面通知 意思是說 如果員工不同意僱傭 單方面去更改的一些條款 例如加薪 例如減薪 例如在合約上增加某些條款 例如增加福利 減少福利 如果你不同意的話 按照僱傭條例 必須要在三個月內 向僱傭書面通知 留意了 這個書面通知的格式是沒有格式的 簡單來說 你可以在紙上這樣寫 本人 XXX 員工編號 XXXX 你自己寫上去 每個公司有員工編號 你可以寫員工編號 或者身份證號碼 為何要寫身份證 有機會在公司裡有同名同姓的員工 你要寫書面通知 我不同意放出無薪假 這個措施會影響我的身體 這個範本 不是每個人都寫這個字眼 你要按實際情況去寫內容 或者 可不可以不同意放無薪假 我有一些建議給公司 過往我見有不同的公司 他會安排員工放無薪假 即是讓他有選擇 要不放無薪假 要不選擇減薪 因為減薪 你起碼要先用薪假 你放無薪假 有機會是連薪假都沒有 或者有些公司的員工 會建議 顧著你解僱我 所以 這個範本純粹是給大家參考用途 不是每個人都回去做這範本 因為是Kiki教的 我們要看清楚 你的實際情況需要 看看可不可以跟僱主去談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或者有些僱主是 員工有些告訴我 他們都會跟僱主去談 僱主很好 在我這段期間 讓我出去找part time 我可以先做 有些僱主 作為僱員 他們都會明白 僱主的情況 是因為政府關閉了某些場所 僱主自己也不能上班 僱主自己也不能做生意 看看可不可以 大家就在疫情下 用一個彈性的處理 良好的溝通 去處理這個情況 OK 那我就再回來了 所以 如果是家人工的話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 在打工仔 我自己也是 我都會同意老闆加薪 我怎會用書面跟老闆說 我不同意加薪 OK 好了 如果我減薪 我相信都沒有什麼人是願意 OK 但在疫情下 有些情況下都沒有辦法 減薪 其實是保住工作 OK 如果你同意的話 你就跟老闆說聲同意 例如出了通告三個月內 你不書面通知雇主說我不同意的話 其實在法例上來說 即是你同意了雇主去更改雇傭條款 OK 留意一下這個位置 雇傭條例其實有列明到的 必須要在三個月內 向雇主發出書面的通知 OK 口頭通知行不行 條例寫得很清晰 一定要書面通知 就一定要書面 OK 口頭雖然這裡沒有寫 但其實 我們按法例去做 大家 好了 如果發現有些僱主 真的有不合理的要求 我們應該從什麼途徑去追討 如果真的遇到不合理要求的情況下 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去到勞工處 勞工處勞資關係科 處理今次的糾紛 希望在第三者的情況下 向雇主一方 雇員另一方 雙方就會解釋法例 我自己做了一定連資的 處理這些勞資糾紛 我發現有很多時候 都是大家對法例不認識 所以導致有勞資糾紛的出現 如果有認識的話 其實大家都會按照剛才的法例 就是剛才我都回到前一點的PowerPoint 大家會看到 原來是有這個條款在 雇主更改了我雇傭合約 我可以提出 原來是提出No 如果大家都知道的話 那就不會去到勞工處 其實去到勞工處的情況下 勞工處也會解釋這個條款 甚至可能大家 不相信勞工處說話 我都不相信 有機會 就會去到下一部分 勞資審裁處 勞資審裁處是司法機構 裡面有法庭審裁官 就著個案 就著不同的個案 就有些判決 但是留意 一般來說 程序上 勞工處也好 勞資審裁處也好 其實他們都會鼓勵當事人 就是員工和僱主 會不會有一個和解的方法 和解的意思就是 我願意給 員工也願意收 無分對錯 因為始終一個審訊的過程 如果真的要去到勞資審裁處 我不同意了 我要去處理一個個案 我要去開審 審訊 最快整個審訊完結 都可能要一年的時間 OK 那視乎員工或者雙方去決定 用和解的方法 和解方法很快 去到勞工處簽和解協議 那就完結了 沒有任何首尾 不可以說和解之後 我又要去追 回家想想想 我想追多一點 要自己想清楚 第一步 我們先去勞工處 勞工處處理不了 下面第二步 勞資審裁處 和小額薪酬索仲裁處 有兩個仲裁處 為什麼呢? 因為視乎薪酬金額 去不同的仲裁處 去處理 再說兩句 勞工處勞資關係科 大約有十個地方 有這些部門 你會看到我的圖 其中有一個是在西九龍 這個是長沙環政府合處 觀塘也會有 沙田也會有 我不逐個區 勞資審裁處不是區區都有 勞資審裁處只有一個 在家市居 在佐敦家市居 那小額薪酬索仲裁處 在哪裡呢? 小額薪酬索仲裁處 就會在長沙環政府合處 OK 勞工處勞資關係科 有什麼作用呢? 我們也要了解一下 裡面有調停服務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和解 會不會就一個金額 去和解 終止大家雙方的勞資糾紛 留意 勞工處是免費的 大家不用擔心 勞工處要不要收費 雙方的勞工處 雙方的勞工處 可以找律師 那到時我要給律師費 留意 勞工處和勞工處 先回前一點 補充一句 勞工處、勞資關係科 和勞資審裁處、小雅 薪酬索常常常裁處 這三個地方都不容許律師去到 因為其實妹仔大過主人婆 如果找律師的話 變成很多打工者都未必追到 所以這三個地方都不容許律師去到 有律師在場 OK 所以在主任或法庭的法官 他不會特別幫哪一邊 他只會解釋現行的法例是怎樣 大家會不會就這次勞資糾紛 去和解 另外勞工處也有諮詢服務 我也聽到有些朋友告訴我 因為疫情下都很難打電話上去 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科技發達 你可以自己在網上去看 或者可以留意一下 Job Market 其實Job Market 上一次我都有跟大家分享 一些勞工法例 其實現在有很多公開這些講座 的情況下 大家也可以學多些 知道多些 OK 好了 好像剛才所說 如果我真的在勞工處處 處理不到我的勞資糾紛 我下一步去哪裏呢 就去勞資審裁處 勞資審裁處是香港的一個司法機構 快年間 其實對比起其他法庭來說 一個月有個審 一年有個審訊結果 其實是叫快的了 因為可能你需要去其他法院排期 都要排一年或以上 最少都一年或以上 如果遇到疫情要關了司法機構的話 可能還要再久一點 還要去到 OK 好了 廉 就是便宜的意思 為何會便宜呢 就是剛才所說 與眾雙方都不可以聘請律師 所以是減散了一個律師費 OK 但要不要給法庭的堂費呢 都不需要給法庭的堂費 除非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 有機會法官會罰你堂費 所以一般來說 都不會收那個堂費 以及律師費 其實最昂貴都是這兩樣 律師費很貴 那變成怎樣便宜呢 只要你是員工的話 我真的有勞資糾紛了 我可以入稟到法庭的話 其實會有一個我們叫做傳票費 可能用行政費來講會方便些 其實會給一個費用 大約60-100元左右 這些費用 便可以完成整個落案程序 OK 為何簡單 簡單就不需要說 我有一定特定的格式去寫 因為始終有些比較低下的工種 他們有勞資糾紛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用白紙 不一定要影印的 你可以在白紙上寫下 將你的感受 將你的情況 譬如 作為員工 我要追悼獻身 那你要寫回 為何你要追悼獻身呢 因為僱主應該在每個月7日 他會給我薪 但他沒有給我薪 所以我就要追悼獻身 OK 那你要寫回這個解釋下去 我要追悼代通知金 你也要寫 為何要追悼代通知金 僱主炒了我 他沒有給我代通知金 他叫我即日離開 我當然要追悼代通知金 OK 作為員工的話 可以追悼獻身 代通知金 扣除工資 假期 年終籌金 基本上是僱傭條例下的 一些給員工福利的補償 員工都可以追悼 如果僱主真的欠過員工的話 如果沒有欠的話 上到法庭的話 每個法官看完整個案情 他都會告訴員工 你追不到了 因為在法例上 可能在某些情況下 員工追不到了 這個都要留意一下 好 我們再繼續 好了 即使我真的明白公司的情況 願意去放無薪假 但我放無薪假的情況下 我還有什麼權益呢 第一 老闆說我放無薪假已經不合乎418 那怎麼辦 沒有了418的話 因為我沒有上班 這裏可能有些朋友未必知道 什麼叫418 我先解釋一下 好了 要符合僱傭條例下的 我可以享有裡面的權益 或者在公司裡面 我們叫福利benefit 首先 員工必須要符合418這個概念 好了 418是什麼呢 我會把4和18 拆開來看 4就是連續四個星期 每一個星期 我們打開月曆來看 星期日到星期六 為之一個星期 好了 每一個星期 究竟這個員工 可不可以做夠18小時或以上 OK 無論員工也好 打工仔也好 僱主也好 都要知道這個 如果他做夠18小時或以上的話 員工可以享有福利 但問題在這裏 剛才我所說 我放無薪假 我放不夠18小時 那怎麼辦呢 很多 特別是僱主也好 HR也好 很多HR也錯過了這個位置 雇用條例 負表1 因為法律規定 或者雙方的安排 或者日行業業務經營的習慣 而被視為仍然為僱主工作 好了 何謂雙方的安排 放無薪假 剛才我都說了 要雙方同意 當我們雙方同意去放無薪假的時候 就等於負表1裏面所說 雙方的安排 即是說 我放無薪假 是不會中斷了我的年資 亦都不會不符合4.18這個規矩 因為在僱傭條例來說 負表1 它有清楚列明 如果是雙方的安排的話 即使大家是放無薪假 而這段期間 員工沒有上班的話 沒有上班 沒有上班 其實員工仍然是受僱於公司 是沒有斷死100年資的 這個要留意清楚 即是說 換句話 如果 我放無薪假 由1月到現在8月 當中有一些勞工假 12天的勞工假 那是否僱主要給我 要給我 因為是沒有中斷過的 OK 剛剛我都有提及過 什麼為之4.18 符合4.18受僱的話 就會享有僱傭條例底下的福利 但不符合4.18受僱的話 就沒有了這些福利 OK 坊間有很多謬誤 經常誤以為長工才會有福利 part time臨時工是沒有的 留意 保養條例1968年已經生效 到現在有50年的歷史 OK 絕對不會看你是屬於長工 短工 臨時工來決定 OK 是由什麼來決定 工作時間 嗯 由員工工作時間去決定 那這個工作時間是誰安排的 由僱主 OK 剛才所說 連續四個禮拜 每星期為僱主 為同一個僱主 工作18小時或以上 員工就會享有僱傭條例的保障 包括煉價勞工價 他都會有 我們看看究竟有什麼保障 其實在一個條例來說 是分400員工 和非400員工 就住假期的時候 我們看看這兩類員工 有什麼分別 好 你會看到 哇 非400員工滿肝紅 紅色 靠橙 靠橙 但不是 4100員工是剔好你的 即是說 符合 4100員工 其實他可以享有條例下 休息日 勞工價 病價 年價 產價 和市產價 有薪的 如果是非400員工的話 這些福利就不夠享用了 退休的保障 4100員工 可以享有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 當然 強積金也要供款 但非400員工 只有強積金供款 大家不要誤會 4100也要供款嗎? 雇用條例和強積金條例 是兩個不同的條款 所以 無論他屬不屬於4100員工 根本與雇用條例無關 是看強積金 強積金只要是18至64歲 就必須跟他供款 4100員工有沒有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 他就沒有這兩件事 要留意一下 到這裏 跟大家分享 在疫情之下 作為打工仔有什麼權益 或者有些公司看到的話 也要了解一下 按照現行法例 其實法例給了一些權益的員工 我們亦不能錯過不看法例 而私底下和僱員設定一些規矩 因為你會留意到 雇用條例是容許雇員去追討雇主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道更多的話 也歡迎大家追蹤我的Facebook 剛才我們第一版已經有Facebook 追蹤中 可以追蹤更多的資訊 或密切留意Job Market 有時他們也有講座可以分享給大家 扣職者也可以聽 HR也可以聽 僱主也可以聽 或者你是打工仔也可以聽 知道更多勞工法例 就可以保障大家的權益 大家亦都是 工作都會開心愉快 好 都要留意 由於我剛才提到的情況 所以實際的僱傭關係 其實不同的情況 都會有不同的地方 所以這個講座只是 作大家參考的用途 我裡面的資料也參考了 僱傭條例第57章 以及一些強積金資料 我也有參考的 也很感謝Job Market的安排 以及給我一個時間 和大家分享這次的疫情之下 員工究竟有什麼權益 好 我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